太子妃 端壮 穩重 姐姐 昨晚有人在寝殿外偷看 听脚不升 没有工夫 应该是个侍女 这承恩殿里 你好好排查一下 我看你气色不好 昨晚没睡好吗 没有 可能是昨夜风大 是吗 我怎么没听到啊 自从回上京啊 这一年多了 就数昨晚睡得最好 好 娘娘 昨夜东宫 又出了一件奇事 要说便说 摆什么虚价式 太子殿下 头一遭 住在了承恩殿里 他真是整夜都在承恩殿 虽然太子殿下 与太子妃 还是大吵了一家 但是太子殿下 确然是第二日晨起 才离开的承恩殿 跟盈儿说 让他多盯着承恩殿 有什么情况汇报着 是 娘娘 凭他是什么棋 这打双路啊 讲究的是耍骰子的一双手 可不是这些棋子 昨天太子殿下 叶速在太子妃的承恩殿了 梁 梁弟 或许太子殿下 只是在跟您赌气 故意做给您看的 不是 他是真的生气了 我摔了他送给我的玉佩 他是真的恼了 不愿意来见我了 既然太子不愿意过来 倒不如 我们去探望一下太子妃 也好让太子知道 我们梁弟也是有气量的人 二obyl 小天 殿下 太子妃 端壮 穿重 成熙 结婕 没事吧 好了 继续 quan beh 看望姐姐 只是恐扰了姐姐清静 不得机会 今日趁着天气好 又闻姐姐无事 便擅自做主过来了 这些礼物 都是妹妹精心准备 虽然比驳一些 也是略表心意 你还大我一岁呢 怎么叫我姐姐呀 姐姐年岁虽小 但身份尊贵 妹妹这声尊称 是当得的 不必了 我听着也别扭 你又叫我小风就行 这 太子妃 梁帝换太子妃做姐姐 其实更亲近和睦些 早就听闻姐姐身边 有个能干得力的管事 今日一见 果真是姐姐的左膀右臂 在东宫里 太子妃视梁帝为左膀右臂 万望梁帝不要觉得身份才好 姐姐一片关爱之心 妹妹明白 太子妃在京中也不识得什么人 在东宫中又只得梁帝一人 是同入东宫的 自然情分不同于旁人 希望梁帝以后多来承恩殿走动走动 这午后沉闷 不如我们去玩些什么 姐姐闷 好啊 我们打叶子牌吧 好啊 喜欢 我让阿爹下次请人来的时候 多给你戴几双好看的靴子 好啊 那妹妹在此先谢过姐姐了 这皮子暖和 不如姐姐给殿下送去一说 李承鄞啊 我才不给她呢 太子殿下昨夜不是还留在承恩殿吗 原来你今天来 是因为李承鄞昨天来承恩殿过夜呀 不是不是 妹妹不是那个意思 姐姐和太子和睦是东宫的福气 妹妹不敢有任何非分知晓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东宫是李承鄞的 东宫里的人也都是她的 你我本来就不容易 以后好好相处便是 那姐姐何时把旭娘接到宫里来啊 旭娘 我为何要接她呀 姐姐是太子妃 这旭娘刚有身孕 理应接到东宫互相照应才好 确实你应该去问李承鄞吧 我怎么知道啊 回良帝 如今旭娘是在皇后娘娘的清宁宫里 没有皇后娘娘的选招 太子妃也不便将旭娘接到东宫里来啊 哦 如此 我今天迎获了这么多金瓜子 你怎么不高兴啊 太子妃 恐怕赵良帝未必与太子妃同心 太子妃还是要多提防这些 你也觉得奇怪啊 我刚才也觉得奇怪啊 你说这旭娘好端端地在皇宫里 又有皇后遣人照顾着 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她过来啊 再说了 那赵良帝不是很讨厌旭娘的吗 太子妃说得是 赵良帝之前因为旭娘的事情 与太子殿下狠狠地闹了一场 还哭了好几天呢 她必然是不喜欢旭娘的呀 那她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在我这里提起来 还假装大方呀 这个婢子就不知道了 这个婢子就不知道了 怪不得李承鄞之前说 这东宫里的把戏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 到处都是鸣枪暗箭啊 这次去了太子妃那儿